俠峰這間廠成立在1963年 一直營運至現在 2021年 都超過半個世紀 主要是做渠蓋和地下排污的排污喉 對香港的建設是有很大的貢獻 經營58年 歷經三代人的家族企業合風鐵工廠 佔地大約4萬平方呎 第二代負責人陳安祥指 公司為香港製造過數以百萬計渠蓋 是香港現時石果僅存五間鐵工廠的其中一間 最早經營是我爸爸的 當時不是這行的 是做打鐵舖的 後來做打鐵已經適微了 打鐵這個行頭 適微就是轉型 我哥哥轉型做駐造的 做駐造最早應該是在牛頭角 在牛頭角、牛池灣 當時還有一些寮屋 寮屋裡面只有一個工場 慢慢開一個小爐 逐漸逐漸地做下來 做了幾年後搬去元朗南地 再做多幾年就要擴展 擴展後再搬來元朗唐人生村 已經是近五十多年了 即是搬來後 後來近十年八年 我哥哥的輩子就退休了 到我接手 繼續經營 差不多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了 我就將往後的生意 叫做成全 一代一代的成全 我就交給紙質 這三位是我的指責 繼續成全下去的 但隨著工廠被納入政府元朗南發展計劃範圍 是很不公平的 因為我們在這裡做全倉 其實都已經做了超過三四十年了 甚至在有土地規劃署之前 我們已經在做全倉了 他們現在就 一說要收地 就收回你們的全倉牌照 然後就用農地價格去作為補償 而這個補償價格其實是比市場的其他倉地 是差低很多 一半都沒有 所以如果他用現在這個機制去做補償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用這樣的錢 在外面找到同樣的倉地去繼續營運 就變成之後的路就不知道可以怎樣走